前景如果继续畅望的话 其实台股万八应该是走稳 那当然也有一些个股的表现 大家还是想要回到航运的族群来观察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礼拜呢 航运又有一些戏剧性的变化 我们先从这个报纸的这个数据 还有消息来看一些 是不是有一些未来的参考指标 可以做观察 先来看到这个马士基 马士基是航运的龙头 他礼拜一呢 我们看到这个8月3号的消息 公布了财报 似乎有危机 为什么 因为他说礼拜一公布了 第二季出的财报 因为过去呢 的确全球航运紧绷 运价是持续创高的 优于市场的运期 整体营收达到了142亿美元 但是观众朋友你要注意 马士基说市井 大哥说话了 航运市场会面临需求波动大的状况 那么分析师就表示说 营收在今年会见顶 所以呢 到了高点之后 未来的需求会逐渐的趋缓 而且呢 难以维持高运价的水准 虽然我们看到产业的龙头这么说 但是FMC 美国的老大哥也有话说 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 他最近呢 有一些消息的公布 先来看到这个同一天 8月3号 这个马士基出了财报的这个 未来展望之后 FMC有话说 他说 其实美国是不干涉运价的哦 因为呢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的主席 马飞就说 在根据美国的航运法 这个机构是 没有全线干涉 国际海运的费率涨跌的 所以包含了这个货柜滞留啊 自给费是另当别论的 其实他们呢 是不会干涉运价 也就是说 你要涨多少 就尽量涨吧 那FMC呢 对海运的这个股价的 应该是说是运价的评论概况 我们来看到呢 其实根据呢 就是无权干涉货位的涨跌 我们看到这是最新8月3号 但今天很有趣 8月6号又有消息出来 FMC的这个呢 主席又说了 他未来呢 看到这个航运的需求 跟价格是到明年的年底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未来要涨价的话 一直到明年都还有得涨 那维太哥如果说 很多的投资人本来哦 看到这个消息面 觉得好像无望了 前三天 然后今天忽然有一个信心喊话 好像是利多 然后再加上其实今天 FMC公布的这个数字 还特别强调 台湾的航运三雄没有列入啦 不管我们喊多喊空 台湾的航运三雄是 不受到影响的 那么台股目前的确看到 航运族群的走势 好像又开始回稳了 资金又开始进来了 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上船呢 好 尤其是在今天 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航运股的一个表现 又再度亮起来了 燃起的市场上面的信心 有多档航运股 尤其是像什么中航啦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一个货柜三雄 他们今天的一个股价表现 都非常的一个亮眼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在接下来基本上 航运股其实也已经拉回了 将近有30% 甚至40%的一个幅度了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短线上面的一个股价 已经跌升 那跌升往往就是最大的利多 所以我觉得长印股 在未来的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它很有机会出现跌升反弹 那航运股出现跌升反弹 对台北股市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可大了 来我们看一下 刚才知灵一直有提到说 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 挑战前波段的高点 也是一万八千点 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有机会 为什么因为其实第一个 在整个攻击的一个 我们说多头攻击的架构里面 其实必须很关注到 就是你要有领头的大哥 大哥再往前冲 然后不可以有小弟辣队 你知道吗 好那这一波其实电子股 已经很明显 拿回它的一个主导权 因为它的成交比重 已经来到60% 今天甚至OTC电子类股 成交比重高达76% 换句话说电子股 现在拉回主导权的一个态势 非常明显 可是原本辣队的航运股 不可以再持续怎么样 扯后腿 可是今天的航运股的表现 让人家非常的怎么样 鼓掌叫好 因为本来这种所谓的一个 扯后腿的动作 在今天看似乎完全就没有发现 没有看到了 所以在整个电子族群 能够有接往上去抢 然后原本最弱势的航运股 这边出现止跌回稳情况之下 接下来只要看到成交量 出现止跌回升 我个人觉得就开始准备 要去挑战前波断裂高点 如果可以挑战前高的话 当然因为就我所知 不管这个年纪是资深 来自之前的 很多人都在这个 当冲的市场里面玩 那所以最近 如果你上PTT的这个股市版 大家的那个回文的这个讯息 都会写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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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就是溺水的感觉 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岸 如果要上岸的话 这个谢教授 我们是不是来观察一下 因为刚刚有一些消息面 好像都是利多 那是不是如果假设利空止跌之后 就开始要往上走了 之前还可以出国的时候 我去这个普吉岛玩 然后就坐那个坐船要去潜水 那要上船之前 其实那个当地的 就是那个导游就一直说 一定要吃晕船药 那当然我就 我这个很怕死 那我也怕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就吃 而且我还吞了两颗 然后上船 其实刚开始 我就这样晃晃晃晃 我就很担心不舒服 结果也没怎样 然后我就 因为很多人嘛 我就知道哪几个人 那时候就说 不便宜啦 这才准 这个怎么有什么 这样 然后后面刚开始也是 他就这样 就看着我们这些有吃晕船药的 觉得说 去笑你们 这样 怕成这样出来玩潜水 吃个晕船药 大概根本多的他就开始吐得乱七八糟 其实现在的航运股 其实就是氛围 就说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说 你操作航运股 你要注意股价的位阶 你要去注意基本面相关的东西 它还是一个配套的 你不能看着它一直涨 你就觉得好强哦 你做当冲啊做干嘛 所以当然现在运船的状况就浮现 整个股价大幅度修正以后 我简单跟各位讲 刚才维泰哥他讲到的时候说 未来航运有可能再起 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航运股 几乎都在季线附近 我特别圈了一下 阳明是没有在季线之上 但长龙跟万海都在季线附近就直稳 这个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 因为代表成本回到过去三个月来的 这个平均成本 那我们也发现量整个萎缩 这个是因为储置股的关系 那你看万海是量也萎缩 代表进来冲的人 或者意愿降低了 或者说长线持有者他开始观望了 他也不急着在这里 在不断的在买卖了 这都是对股价指纹一个好的一个迹象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是说投信或者是外资 实际上现在法人还没有进来 说真的这是一个比较 目前需要去等待的 因为投信不进来 他的量大 这么大的股本都已经进了 这个台湾50 这三只股票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投信或者是外资 虽然你看外资这里 你帮我看一下 好像都是有红色的 可是为什么我特别在这里框了一下 因为他的水平线代表 其实又买又卖 其实他也在做当中吗 他可能还做隔日冲 所以这些都要稳定 就是量已经稳定下 我觉得是好迹象 季线附近也直稳这是好迹象 但是是不是能够有法人或是大单进来 我觉得可能也是未来我们特别要去 再帮大家留意的地方 是 维太我们来看一下阿荣好了 阿荣大家都觉得说 今天一直被抠啦 对大家都一直在喊他的名字 尤其是在今天盘面上 让他相对的比较稳健是不是未来他可能会是率先直稳的一个迹象的指标点 好 其实我对阿荣 其实他未来的一个展望我个人就蛮有蛮有兴趣的 其实他的真的EPS还表现不错 那除了EPS表现不错之外 刚刚知灵有提到就是接下来大家对于运价的展望 基本上还是属于正向乐观 那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其实在今年这个货柜三雄的部分 有两家有在做筹资的一种行为 是 一个是长龙 长龙还有发了一个叫做科转弯公司债 然后阳明是发现证 对 发现证 好 那站在公司财务的操作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 这是财务长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股价最夯最旺的时候 他去做一个筹资目视的动作 好 那我们来讲长龙 长龙其实他在今年的第二季 所发的这个科转弯公司债 他的转换价格定在95块钱 那科转弯公司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当我的股价在科转弯公司 在转弯价格之上的时候 这个债我可以转换成股票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 假设股价一直跌 跌跌不休 跌到95块钱以下的话 就表示今年认购了这些 所谓科转弯公司债的人 这些债可能就真的要持有到期 不然除非他就是要赔钱 不然怎么办 就是市场上抛售 所以我觉得理论上 这种情况在过去 我们一般的经历来讲 比较少看到 我不能够说没有 他比较少看到 所以我会特别观察 像长龙在95块钱的 转换价的位置 或者是100块钱的 者数观看位置 理论上会有他的一个 心理上面的一个支撑 这可能也跟刚刚陈彦所说的 季线附近的位置 应该有不谋合 而合的地方 但是我在这张图 特别去框了一下 就是下面的 对这有一个圆圈 对融资余额 融资余额其实代表 就是说市场上面 短线上面操作的人的一个心态 对 如果说以目前来看 融资余额其实从过去的 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基本上是呈现了逆势往上 所以就等于说 他一直跌 大家还是一直买 谈品嘛 对很愿意去借钱来卖 对那当然这个有好 看你要怎么去解读 有些说 那我等一下 因为我看好后市 我借钱去买股票 可是你要知道 融资界面上 他的成本是很高的 以年利率来算 大概是6%到7%的 融资的一个利率 所以其实他的成本会很高 所以如果说 你没有在短时间之内 让他赚钱 很可能这些 用融资做买进的这些筹码 就有可能会成为 未来的一些卖压 这个是必要大家去做留意的 所以我现在只能够说 如果航运股未来 这一个礼拜 它够强 例如说连续两天 三天的突出现大涨 那么这些可能就不会造成 未来的一个潜在性卖压了 是 那如果说观众朋友 你可能有关心 这个航运三雄过去望海 也是一个大怒神的指标 谢教授我们来看一下 大怒神的望海 那因为刚刚筹码面 其实看起来外资呢 的确是也有在操作的部分 相对两家有在跟投资人 现增或是发行和格权公司在 望海好像独树一格 他走的路子比较不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 投资人心里面也很慌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过去叫货柜山雄 英雄的雄 现在他们都直接把它改成 货柜山雄 狗熊的雄 对不对 而且股价这段时间 感觉他要进入冬眠 当然我心里面也有点不安 帮大家来祈福 所以我就去台中天后宫就就求个签 看了一下这样 但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或航运 未来的走势 其实刚才这个维太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他提到一个关键字叫融资 那在这三雄里面呢 比较浅棉的是万海 为什么他浅棉容易被唤醒 因为他的融资使用率目前只有7.86 相较于其他高融资 而且持续增加的状况来看 他的筹码相对稳定 因为他有主力大户 对那我刚才讲到这个 我去天后宫 这是我个人信仰 就看了这支签里面 是因为他们是航海 所以你故意去求妈祖派生 对那我当然问一下 因为就民间习俗来讲 好像是他管的区域 那他就有讲到说 这个江面很宽阔嘛 那你要过江你要有风啊 很有道理 你要等风吹啊 风吹了才可以啊 那我就想风是什么呢 其实你要让这些股价动 你要有足够的资金 绝对不是融资 也不是这些10张以下的小股民 能够把这个船真的往前推进 所以关键在哪里 就是100张以上的大户 目前的动态 那这100张以上大户 我确实看到最近 如果我们在画面上看 确实以这个绿色转红色 就是代表他的持股 开始水位开始增加 那我看到10张以下的是 红色变绿色 代表持股开始往下降 最好的方式是盘整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连融资最后受不了了都走了 那是很好的 那所以我为什么我一直讲 万海可以拿来当做货柜三雄里面的指标 不是他要从三哥变大哥了 而是因为他的包袱相对比较轻 不论从融资的使用率来讲 或者是说目前我们所看到 他在季线的稳定度来看 相对来讲 我觉得确实如果未来能够先看到 比如说因为他在这季线附近一直问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再去思考说 会跌到哪里这件事情 重点是他能不能先有一个 像过去那种辉煌的战机 一开盘就冲到涨停这样 如果现在都是一开盘 对没睡吧 然后又跑回去睡觉 就是开高以后又走低 那这个就比较没有机会 所以如果万海能够率先带出来 然后我们去看到大户也增加 简单来讲就是他率先价涨量增 我觉得就有机会带动 其他的这个航运股也跟着上来 好所以谢教授的意思是说 这个万海是观察续航力道的指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对很多的投资人来说 我要问一下这个围态 其实有很多刚刚融资的这件事情 因为过去看到很多年轻人 也就是我们收视的族群 他们有很多这种断头 或者是缴不出钱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在这个技术指标是看到什么观察点 必须要做一些割舍的动作 好我想这货柜三雄里面 其实融资在这一波减的比较少的 应该是扬民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特别留意扬民 你扬民可以观察到 它的融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 很不足的减肥 可是它的股价跌幅 又是在货柜三雄里面最多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看到连续性的一个下挫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融资的一个断头 这断头不管是自断 还是被券商去把你就是所谓强迫性的一个卖出 我觉得扬民这档个股都要特别去做观察 那如果说刚刚这个陈彦也有讲说 这个过去的这个指标 你觉得万海是一个观察点吗 万海基本上我觉得 它的融资比例就是刚刚前一所说的 它融资比例相对里面比较低的 所以它这种所谓融资断头的卖牙 或者是所谓融资多沙多的卖牙 基本上会比较轻 就会蛮认同刚刚陈彦所说的 如果接下来货柜股要出现 往上去做一个转强的话 我认为指标股也应该先看万海 好要提醒观众朋友 古海无牙小心使得万年船 那更多的投资资讯财经科技也 欢迎取所定 ET TODAY的云灯好生活 我们再会 感谢观众朋友